这块手表值一个意义 他却故意放到包里让人偷走 而偷表的人还不知道 他已经掉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女贼是一个大老板的妻子 根本不缺钱的那种 但他的老公叫秦寿 人如其名 他让下属喝下一杯咖啡 然后戴上面具 趁机侵犯了下属 这还不算完 仗着自己有钱有势 他还让下属以诬告罪住进了监狱 下属不堪忍受身体和精神的双痛折磨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这时一个律师却找到了他 要替他伸张正义 也就是故意把表放在包里的那位 在法庭上 他拿出了秦寿的录音作为证据 但对方的辩护律师却说 这是非法录音 证据无效 而他却说这份录音是秦寿妻子提供的 原来秦寿的妻子患有压力性偷窥屁 而他对手表情有独钟 戴宜故意让对方偷走 带有录音功能的手表 录下了秦寿的犯罪证据 直到这时秦寿还死不悔改 让妻子承认是他偷的手表 替自己承担罪责 这简直秦寿不如 可妻子早就受够了秦寿的人面处刑 当场表示手表是他借的 定了秦寿的罪 而大律师在宜也延续了他的不败陈化 可他为什么要帮一个无权无视的弱女子呢 原来是他十年前也遭受过一模一样的伤害 对方同样是戴着面具对他进行了侵犯 而当他拿着证据去找警察的时候 对方非但不帮他 反而逼着他承认罪行 好在他有一个当裁罚会长的父亲 把他救了出来 不过他只是一个私生女 对方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帮他 同时他还告诉了在宜一个道理 而仇恨的种子已经埋进了在宜的心里 他一定要找出侵犯自己的凶手 五年过去了 他收集的面具虽然越来越多 可没有一个是他要找的人 于是他重新找到当时负责案子的警察 对方现在已经升到了署长 但他也不是当初不安适室的小女生了 而是摇身一变 成为了韩国最有名的大律师 他掌握了署长这些年收黑钱的证据 不过他并不是要举报署长 而是让他作为自己的眼线 只要警局接到有关面具的案子 都要及时通知他 公父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找到了同款面具 不过犯人却说这面具是他爸的 好像是一家会员制夜店发放的纪念品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对方的爸爸竟然是韩国通州市长郑九 可郑九也不是凶手 凶手是一个年轻男性 既然郑九是通过会员制得到的面具 那么凶手有可能也是会员之一 于是在一纳了投名状 通过自己律师的身份 帮郑九的儿子做了无罪辩护 接下来的五年里 随着他帮郑九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 也成为了郑九的心腹 在一从对方口中 窥探出了一个今天大秘密 他在通州市花高价买了一块GP 但有这么多钱 明明可以买更好的GP 在一发出了他的疑问 郑九告诉他是因为那块地里有保持 而这个秘密得益于 他十年前成为某夜店的会员 那家夜店就在他买的那块地里 在一想到了那个面具 他马上问那家夜店在哪 可郑九并没有告诉在一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给了在一一个千斩男朋友的机会 郑九得到了升迁的任命 可他却死活不肯赴任 因为在赴任之前 高层会对他进行调查 且不说他有个隐君子的儿子 还有一个管不住他的心 在家里自暴自弃 整天寻死逆活的老婆 更何况他买地的钱也来路不明 不过在一有办法 他先让郑九把那块地捐赠给自己的闺蜜 而这个闺蜜继承了家里的财团 他刚好可以在那块地上扩展业务 另一个闺蜜是酒店高管 他也唠叨了好处 他可以在地皮上建立一个超级酒店 而在一再郑九升迁之后 不仅可以继任通州市长的位置 还可以继续在那块地追查凶手 至于老婆孩子的问题 在一也给出了完美的规避方案 一切都看似完美无瑕 众人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可就在他们举办庆功宴的时候 事情却出现了反转 郑九被老婆连次数导 这么多年他都忍受过来了 为什么现在要杀了郑九 这样再一百是不得其解